快让老家的人来嘲笑你们 你看你们几百万在这住的房子成什么了 在深圳买商品房也会掉坑吗 嗨大家好我是大表姐 今天呢一个朋友说她的朋友 在深圳的板田区买了商品房 他们这一群业主都掉了坑了 而且是掉了天坑了 而且这个小区还是一个非常老的小区 他们是很久以前都买的商品房 那很久以前买深圳的商品房 那不是赚大了吗 他们还会踩坑 还会痛苦 咱们现在就去听听深圳有房人的不开心 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让我们这些没房的人开心一下 开句玩笑哈 任何时候我们的快乐 不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作为任何一个老百姓 他买一套房子都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买了一套房子还要掉坑 那真的是太痛苦了 咱们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个痛苦 看一下有什么需要规避的 以免自己在踩坑 现场踩点 现场吃瓜 这个就是你们小区 这是商品房吗 对对对这个里面是商品房 但是旁边这里都被农民房 违建的农民房给掌握了 这个地理位置很好啊 就是地铁口啊 好大家看一下哦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我朋友住的这个商品房 对小区 天井山庄 其实这里地理位置挺好的呀 一出地铁站就是哦 我们一面是连那个环城南路 一面一面的话是连那个武污大道 对呀 我听说就是你们主要问题是商品房被农民房欺负 被挤兑吗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我们正在中备全部是农民房给掌握了 连现在我们小区正常的出入口的被农民房的每一间楼梯掌握了 我们看一下去哈 走那边过去 从这边啊 哇真的 你们这个近小区的道也很窄哦 对原来是可以两个车出入的 现在的话走路的很困难了 哦 哦 这里现在你们小区房价大概多少钱一个平米啊 我们19年买的时候都是5万多来 现在的话如果是像旁边那些好的商品房的话都有10万了 哦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话 现在本来我们这里是早就可以达到旧改的要求了 哦 那现在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出入口 现在的话我们当然能不能进来的 这本来应该是个高端小区的哈 我们这样的位置 我们的黄金位置 那出来就是地铁 地铁口物业呀 而且旁边你看星河万坡 你看我们现在小区里面 哎这个小区其实看上去它虽然旧但是还是挺干净挺清爽的嘛 都只有四层了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四层的只有这里一小区看上去就能想到成的 可怜的业主们小门集合 可怜的业主们小门集合 嗯 那个右边防护也没有完全拆掉 哦 是这个样子的 它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啊 它解决需要一个时间我估计啊 嗯 这个都出去了 就是每一寸土地都不翻过 哦 因为深圳的每一寸土地都很值钱 哈哈哈 但也差不多就行了嘛 对 但是不用太过分嘛 是啊 你看既然跑到我们里面来了 我们这一次真的是非常愤怒了 对啊 对啊 这个你们被欺负了 你们受委屈了 哈哈哈 是啊 相信相关部门一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嗯 要早一点推进嘛 要推进快一点 因为你说我们是刁民 哈哈哈 那那不至于 那咋能是刁民呢 都是很有素质的深圳的市民 哈哈哈 深圳业主 小孩子天天经营出租多危险 都是放在地板上这样子 你现在来看的是 已经是比较好看的了 你看前一阵子我们都没有办法走路 对啊 他前面搭建的 之前我搭到我们小区里面 就像前面搭建的那些 嗯 你看前面那种 没有做任何防护非常危险 我们其实走前面也觉得很危险的 对啊 就是可能别人那些内地的看了 会大开眼界 怎么深圳还有这样的商品行小区的大门啊 对 对 这个要赶紧解决 我们在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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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有损深圳形象啊 哎呀 真的挺同情你们的 我们说深圳的大腿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么好的地段 怎么这么不漂亮呢 是啊 对啊 这是我们的水汗钱买的 快让老家的人来嘲笑你们 你看你们几百万在这住的房子 成什么了 我就被嘲笑好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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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是可以的嘛 要昂首挺胸 这也是几百万的物业呀 想象好就可以了 对呀 甚至要变成大都市 你看大都市的后面的鞠脚干 你看那墙头难以想象吧 你今年有这种地方 其实小区还是不错的嘛 谢谢大家 我们老家的猪圈啊 鸡窝都比那个搭的好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家的人还是很羡慕 愿意拿鸡窝给你换 你换不换 哈哈哈 我们是户口在这边 无路可退 其实我好多是想走 但是又有点不甘心 相信政府 一定会给咱们解决的 他们没听过我们同意 就突然从这里 把这里全部抠开 然后这里把管子 就是装他们的人气 他们的人气已经装到我们 所以我们没什么非常愤怒 哦 然后呢 这是薪酬 薪酬 然后同时 薪酬就很用心头 同时他们搭架子 那个架子已经拆了 那些照片我们全都有 搭架子 做他们的那个防护网 然后呢 防护网还抄到我们这个 当然这个现在呢 已经解决了 已经在拆了 没有完全解决 没有完全解决 还有这个已经给我们恢复原状了 哦 嗯 那个那个 转的那个护栏 哦 转的那个护栏 直接上面掉东西就 过到很多人走的 上下班的时候很多人 哇 这这样有这个 有这个高空追悟的风险啊 这个护栏嘛 你看看得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阳台哎 对上次他们就只是拆了 这一点点 上面那个就没拆 那个是最危险的了 这个确实危险 你看这个 时不时的就有新闻 有这个高空坠雾哦 啊 你认识我吗 你好 你是那个 关注你的 你关注我的 我记得你声音很像 哈哈哈哈 他都被表姐他那个大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事呢 简而言之 就是深圳一个商品房小区 叫天井小区 这个小区呢 被周围的农民房和围建挤压了这些业主的生存空间 就是现在弄的这个小区 连一个正经的小区大门都没有 大家也看了这个业主们的现在的困境 有没有觉得其实深圳的有一些业主也挺不容易的 你说几百万买的这种商品房 相信相关部门会给咱们这个小区的业主们一个解决方案 一个说法 深圳的城市化建设是不停的向前推进的 但是话说谁要是遇到这种事啊 真的很添堵 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业主们也是非常的焦虑 非常着急啊 希望他们早点得到一个稳妥的解决方案 还商品房业主一片晴朗的天空 今天还在那里被很多粉丝朋友认出来 对我进行了一番围观 弄得我好设恐啊 啊我这种恐慌的心情 是没有一百个粉丝的人 不能理解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或者帮咱们天井小区的业主出出主意啊 这该怎么办呢 我感谢大家